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AMWatt News昨天和大家讲了 中国的第一部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 今天我们回到现在 新一部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成绩相当好 其实今次这部科幻电影《流浪地球》 香港未上映 我看过附近,也看过那本小说 你说那个小说本身的内容是否很特别 其实又不能说 但是那个科幻特技做得 确实是有荷里活的水准 这一件事其实不难明白 为什么呢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就算荷里活大片也好 有部分的一些后宫序 过往已经在中国 找一些影像公司去代工 所以今次《流浪地球》能够做到 好的一个画面质素效果 我不是很意外 另外一方面来说 究竟科幻电影未来 在中国的出路是如何 我自己觉得 其实 开始找到这条所谓的生命线 就是先由小说开始 然后把它改编成电影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确实如果你说 由无中生有 送一个的剧本去审检的话 我想要拍成电影 尤其是科幻题材 在无神论的中国里面来说 确实是有很大的难度 另外一方面来说 其实如果由小说开始的话 都可以出版了 那就确实政治的风险 就比较低 而且我估计审检当局 批出的机会都会高些 所以估计未来 内地的科幻电影的 所谓的生命线 都应该是从这个轨迹开始了 再说 究竟未来 中国的 或者香港有什么科幻电影 据了解 其实顾天乐 今年都有另一部 科幻电影 上映的 我自己个人很期盼这部电影 因为事实上 我想这部更加有香港人味的 科幻电影 亦都是过去比较少的了 所以既然 香港过去能够拍得出 动作片 僵尸片 文艺片 都这么好 那为何科幻电影又寥寥 只有几套呢 我个人非常之期待 希望大家 都能够在2019年 看到中国的电影 和香港的电影更加多元化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 中文艺术 中文艺术 中文艺术